媳妇 姐妹 老婆 老婆 快 哎呀 你叫他什么呀 这三货二喊的跟个驴呀 一身酒呗 你这个喝了多少呀 把你喝成这样 去我都没水水 赶紧进屋里睡觉去 哎呀看你这德行我就心烦了 不行不行 我不想看见他 我看见他我更心烦 哎呀我问你啊 你这是跟谁喝的呀 怎么喝成这样了 跟我几个哥们老弟兄 他们都喝不过我 这么多人都喝不过你啊 那当然 我是你丈母娘 你把我当成你媳妇了 哎 我得讨讨她的话 那我问你啊 你为啥不喜欢咱妈呀 哎呀哎 我太团查了 她每天让我下地干活 天天出草 那草的根都不在了 才让我出草 争心烦 那除了这一条 还有哪一条啊 太多条了 才给你列举一条 她天天给我做面条吃 哎你说我还是一个 正长身体的大男 哎哎我那天天吃面条吗 她天天天气让我吃面条 我都吃兔了 那你倒是有钱 自己去买肉呀 我哪有钱 你说你一个月 才给我几块钱零花钱 嘿嘿嘿嘿嘿 连二两个都买不到 还说零花钱呢 哎呦 一提到零花钱我就伤心 就你赚的那些钱呀 还不够咱们家四个人花呢 要不这样吧 咱们不在这住了 回你家住吧 不回 回去以后我妈又干活 又是洗衣服做饭 又是带孩子 我妈多累呀 那你妈累 我妈就不累呀 那能一样吗 我是倒查蒙的女婿 在你家 什么活都要干 那我回到我家 我啥也不干啊 是不是 你这 还真是酒后的胡争言呀 张萌扬 哎呀看来 这醉鬼意见还不小 我得问问她养老的事情 我这年纪大了 要是不养我怎么办呀 哎 你对咱妈 意见还不小呀 哎呀 那年纪大了 那怎么办呀 你看你这话说的 意见归意见 他老了 肯定得养老 是不是 说最良心好 你妈对我还算是挺好的 媳妇做饭带孩子 什么家伙 都不让我干 她自己一个人 全来不下了 我都没良心吗 我是那种不养他的人吗 放心吧 嘿嘿嘿 算你还有点良心 哎呀 女士 你咱是躺着 妈给你做面条去啊 嘿嘿嘿嘿嘿 啊我的妈呀 幸亏我几次 哎 小伙子 你就得闯祸了 哎怎么又吃面条啊 哎呀 儿媳妇 刚才 我教你的那些话 你就记住了吗 放心吧 我都记住了 那你给我背一遍 嗯 好啊 如果 你骂我是二货 就是想要二饼 嗯 你骂我是三号 就是想要三饼 对不对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 你说我红脸 就是想要红中 你骂我白痴 就是想要白皮 对不对 咱们今天肯定赢 放心一定 把你说我都赢回来 太露 露 露 啵 嘿嘿 七万 七万你们要不要 不要我可摸牌了 我现在脸有点红 我现在脸有点红 二条 天太热了 二媳妇 我看你脸也不红了 四明 二媳妇 二媳妇 我看你脸确实红了 三 白板 赶一个 嘿嘿 哎 别弄 又赶一个 哎呀 一万 四条 一万 五万 一 一 嗯 哈哈哈哈 哈哈 我看看能不能杠后开花 哎呀这要杠后开花就赢多了呀 嗯 糊了 刺摸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哈哈哈哈 能了不少 要请我们吃饭呀 天天啊 天天啊 你今天什么都这么好啊 那是 来来来继续继续 不再给我们书点啊 哈哈哈哈 媳妇 嘿嘿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帅不帅 像不像朋友一眼 像太像了 嘿嘿 你看我今天穿的衣服漂亮吗 嗯漂亮 咱们可是俊男料女 对 我就你料 咱们走吧 对啊 嗯 你拿钥匙了吗 钥匙啊 钥匙不是你拿的吗 这门不是你锁的吗 我说你这个女人怎么这样啊 平时不都是你拿的吧 这次怎么不拿了 我这次不是忘了吗 我说你这女人啊 真诚实不素 背是有余 那你还想不上出去玩了 我想去啊 但是回 咱们回来 我们回那边要是怎么进去啊 就知道对我胸 那你说怎么办 我有办法 有什么办法 跟我过来 我说能行就能行 我说能行就能行 那我就相信你一次啊 走 咱们小区情况 我还不了解吗 出差十天 家里没人啊 万能钥匙 你干嘛呢 我回家 这是我家啊 我刚才住了十几年了 我就没见过你到我本人了 就是 嗯 嗯 我忘了 我住隔壁 我开错门了 你是不是小朋友 是不是 我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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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小子 今儿跑咱们俩偷东西的 怎么样 不是办法可以吗 啊 媳妇还是得聪明 走 把屋梭上 咱们出去玩去 走 哎 怎么了 你拿钥匙了吗 没有啊 你怎么不拿钥匙啊 你没让我进去啊 都怎么拿啊 不是 你怎么说过去坐上了呀 那怎么办啊 孩子怎么办 等会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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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